正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峰会 有超过100国领导人 即将签署第一项重要协议 就正在2030年以前停止森林砍伐 并且恢复被破坏的土地 而中国跟俄罗斯领导人 这一次是再度缺席 除了美国总统拜登 现在就表达非常失望之外 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 也在空军一号上痛批中国态度非常小极 联合国气候峰会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登场 将近200国代表齐聚一堂 刚结束20国峰会的各国领袖 也马不停蹄纷纷抵达 而缺席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再度成为众矢之地 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就在空军一号上批评中国 说美国与中国投入对抗气候变迁上的努力 是很不对称 他说美国在峰上做出的 各项的承诺不但现在都在行动 而且也都会达成 但是中国在对抗气候变化上 不但是没有在努力 而且还在推卸责任 尽管不满中国消极态度 各国领导人依旧会在二号 签署第一项重要协议 承诺2030年以前停止森林砍伐 并提供140亿英镑资金 来阻止砍伐及恢复受损土地 专家对这项政治承诺 表达欢迎之意 却同时警告2014年也有过类似声明 但最后并没有减缓森林砍伐速度 而在峰会前夕健康状况 备受关注的英国女王 虽然没有亲自到场 但也预录影片呼吁各国领袖 为下一代努力 联合国气候峰会将持续到十二号 会议主要聚焦在世纪末前 把全球升温控制在一点五度以内 各国领袖是否会再提出具体承诺 全球都高度关注 华氏新闻刘苑编译